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不到百日 共和黨也釋出最新宣傳片 川普再次端出槍擊案畫面 呼籲要團結美國 共和黨民主黨雙方陣營進入最後衝刺 但賀錦麗現在攻擊的對象竟然不是川普 反而是對他的副手犯思下手 根據CNN一份最新民調顯示 范斯連在家鄉中西部俄亥俄州地區支持度只有28% 不支持度達到44% 也成為該區域過去44年以來最不受歡迎的 非在位副總統參選人 讓原本希望利用他的在地背景 提振大選聲勢的共和黨開始擔憂 范斯還被錄到私下向金主抱怨 民主黨林鄭換將士耍音招 似乎承認賀錦麗不好打 而且本來就因為武海養貓女的言論 身陷風波 如今這號人物跳出來所爆的料 恐怕只會讓選情更加棘手 但萬萬沒想到這位曾經不喜歡川普 而且支持LGBTQ的范斯 被昔日好友指控是一隻變色龍 儘管如此川范佩對賀錦麗的攻擊沒有停過 賀錦麗則是用一句話揮敬他們 好 另外一場選戰是美國總統大選 只剩99天就要投票了 而在關鍵的選舉人票上 那麼五大壺搖擺州之外 陽光地帶的內華達 亞利桑那 喬治亞州 對於賀錦麗來說都是硬仗 最新的ABC民調出爐 賀錦麗的好感度不是支持度 好感度呢 出現黃金交叉 超越川普有7個百分點 在支持度上面呢 雙方還是勢均力敵 而且平均以數字來講呢 川普還是領先賀錦麗 一個百分點 2024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99天 一場全新的競選態勢正在成行 在現任總統拜登退選後 民主黨准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的陣營宣布 過去一周就募得2億美元 相當台幣66億 當中66%來自首次捐款的人 另外也成功在各地招募17萬名 致工 賀錦麗接棒選總統 在募款記錄和社群媒體上 都掀起一波熱潮 有民主黨人說激發出的能量 好比當年的歐巴馬 甚至可能是打了類固醇的歐巴馬 在前總統歐巴馬的支持下 賀錦麗代表民主黨出征無懸念 但這前所未有的發展 恐怕出乎許多川普盟友意料 不過10天前 險遭暗殺的前總統川普 在共和黨全代會 猶如加冕儀式的洗禮後 川普盟友都預測 11月將會取得壓倒性勝利 但現在恐怕很難說 根據ABC最新民調 賀錦麗的好感度 從35%上升到43% 川普則從40% 稍跌到36% 換句話說 就好感度而言 賀錦麗已超車川普7個百分點 尽管川普毒蛇攻勢不減 川粉也熱情依舊 但恐懼和挫折情緒 現在落到共和黨這一邊 有人甚至開始找戰犯 部分保守派開始事後批評 川普副手犯思 知名度低 任參議員不到兩年 又有不少爭議性發言 近來英媒孩子的養貓女言論 引各界踏發的犯思 周末帶著妻子兒女造事 而如同前幾屆大選 不時訊息依然滿天飛 這些川普對賀錦麗的攻擊 都不是事實 還有右翼媒體重吵 當年歐巴馬出生的陰謀論 說在加州出生的賀錦麗 不是美國公民 也說她要完全禁槍 汽油車和紅肉 沒有通過律師資格考試 反猶太人等都是錯誤訊息 其實川普對決賀錦麗的民調 相對穩定 拜登退選前 川普平均領先賀錦麗2% 上週也維持1% 福斯新聞的搖擺州民調 兩人幾乎打平 但要贏得大選的關鍵選舉人票 賀錦麗要扭轉拜登烈勢 除了拜登原有的五大湖路徑 棘守住藍牆 搖擺州 威斯康星 密西根和賓州 鞏固270張選舉人票外 還有其他路可走嗎 這就是洋艦洛路 我們說她在蘋果 汽州和遐州 卡米拉扛聲 相信他們可以在凌薩拉 亞磯 亞利亞州和旺角 這邊在首位州 拜登昨次的選舉 為甚麼成立決勝 他們會認為他們可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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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他們會認為他們可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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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們知道在國際選舉 這就是 哈利斯湖的新潮州和白票甚至押擺州 尼管共和黨說 賀錦麗是處於民調密月期 但也坦诚 现在民主党有个会说会攻击的候选人 迈向270张选举人票 也有更多路径可选 无疑都让这场大选情势更加紧绷 每选倒数百日 贺锦丽推出新的竞选广告 卯足进打选战 因为共和党的负面文宣 已经莆田盖地洗版 川普团队近期不断宣扬 针对贺锦丽政见的不实讯息 甚至说她当选 会害大家吃不到牛肉汉堡 川普周末造势还说 贺锦丽会扼杀美国梦 但拜登退选后 捐款给贺锦丽金额 已经达2亿美元 相当台币65亿元 超过六成都是第一次捐款的人 而贺锦丽副手人选 目前呼声最高的是去年 曾来台访问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利 传出她已经接受身家审查 凯利在海军及NASA服役过 又出身非法移民问题严重的亚利桑那州 可以补足贺锦丽的弱点 先前传出欧巴马更想让凯利选总统 CNN分析贺锦丽除了靠铁锈带权营 拿下胜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 还能抢阳光带的飞翼及拉丁裔票仓 出身摇摆州的太空人凯利 如果出任副手将如虎天翼 TVBS新闻综合报导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en